好 现在我们的宿舍已经参观完了 接下来我们要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就是分场 大家自己理想中的室友是什么样的 我们要不要让先让恩祺先说一下 因为其实咱们几个在第二季的时候 在一起已经住过 那我们先从曹恩祺开始 其实因为我最近有看老友记 我特别喜欢他们那里状态 我就觉得大家在一起就是 我觉得很很温暖 我觉得就是就是不要太太过于奇怪就好 哈哈哈哈哈哈 你一点没有你一点没有 你在抱我 哈哈哈 就不要太过于奇怪就好 哈哈哈哈哈哈 啊其他人有什么想说的 我觉得我之前的室友啊 就是大家相处都很和谐 然后我现在想的室友吧 我首先就是比较喜欢 就是小棋锅还有凯凯锅 因为他们带了锅 我觉得跟他们处好关系 可能餐具这方面就不用挑戏了 施定你了 哈哈哈 我觉得你做一个特别有特色 特别有就是和别人不一样的一个同学 你能不能说一下你对理想室友的感觉 我非常讨厌我们当初有一个室友 哎哎可以啊 他为什么他讨厌他因为他因为他天天不洗脚 他脚胖臭 哦 啊他脚有多臭呢 胖臭 因为他脚有多臭 他脚有多臭呢 脚有多臭 就是我们睡上铺 然后他还还没进宿舍 他在他在那个楼梯里面走 我都可以闻到他 哇他回来了 又那味了又那味了 他也不是说他不讲卫生 他讲卫生他就是不洗脚 不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不洗脚 啊他还不洗袜子 他把袜子穿完以后他就放在那个 被褥里面屋屋一个月屋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以后拿出来接着穿 我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是该讨厌脚臭的人 差不多吧 哎你不讨厌脚臭的人啊 你还闻了小琪的脚 因为脚不臭啊 他不喜欢脚臭的人 他喜欢不臭的脚 其实还好我觉得 怎么样都行 然后就是不要再 我准备休息的时候太吵了 那比如说你的室友很吵的话 你会主动跟他说 你说你不要再吵了吗 他会把袜子脱了给他闻到 好吧 到街 我唯一的一点就是 我在马上要睡着的 比如说那五到十分钟之间 如果被一个人吵到会很难受 室友吵的时候都就是 就说哎呀我睡了啊 然后室友就是这时候我就会 就提醒一下 要给你你得给个口 不是吧 哎我要睡了啊 啊啊 对你刚才也回答了问题 是不是 根据我上次 就是我们录第二集合作的时候 我我总结出来的我自己的观念是 就是我希望我的室友 要比我更会赖床 这样我在节目里 看出来就不会是最赖床的那个人了 是上次五个人大通铺 然后只有四个扣子都空的 阿虎自己做的 好了那大家都试完 我们现在请大家